我最能真的懷孕了 那當初和我發生關係的男人 到底是誰 你 你看 你給我出軌 你出軌就算了 出軌的還是我同父異母的姐姐 你真的娶我 你出軌就算了 媽媽 你對得起我對你的愛嗎 給我出來 你不是李明珊 你是誰 給我下藥的人 這是你嗎 你在說些什麼 你竟然這麼想要 你 不 這不是你 可以做什麼弄在一起嗎 小姐 這裡面的人不是你 廢物 這點事都辦不好 快幫我給我打開 你還亂著幹什麼 你還亂著幹什麼 會把他給我扔出去 會把他給我扔出去 冷靜也 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先生 我求求你了 你幫我拿掉這個孩子吧 我永遠要這個孩子 寶寶 媽媽現在還是個大學生 真的沒辦法把你伸下來 寶寶 對不起 麻醉操作已完成 準備手術 你們是誰 這個女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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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你們 聽你們 不要不要 不要 你的孩子 馬上走 不要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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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沈悠然 沈悠然 是吧 你怎麼知道我姓沈 你是誰 沈悠然 我男人跟你的那一碗呢 只是個意外 不過你既然懷孕了 我們就會負責到底 不可能這個孩子是我的 他的去留 只有我能決定 是嗎 那他呢 你你竟然大逆不到未婚先運 我們沈家 怎麼會有你這種賠錢貨 聽小姐的話 乖乖把孩子生下來 要不然我沈青山 就都沒有你這個女兒 從小到大 你有把我當作你的女兒嗎 你 沈小姐 我勸你 還是乖乖聽話 你說是吧 沈總 是 是 你們真是無恥 沈悠然 沈悠然 只要你乖乖的平安把孩子生下 我就能保證損失成神不衰 悠然 悠然 爸求求你了 生個孩子而已 就當幫忙我好不好 要不然咱們沈家就破產了 好 我答應你 就當還你養育之恩了 但從此以後 你我再無父女之情 走 走 走 你看 豬肉計已經演完了 那沈氏跟總是的兩個項目 你還真是個好父親啊 你放心 答應你的事 一定會做到的 謝謝謝謝 那我先走了 那你俊悅 你只能是我的男人 俊悅 有事說 我懷孕了 那你想怎麼樣 我想把孩子生下來 不過你放心 我不會妄想做冷太太的 好 爺爺要求一定要有孫子 才能繼承模式 好 但是你記住了 你只是孩子的墨鏡 僅此而已 你明白了嗎 我明白的 靖遠 冷太太的位置 怎麼有一天會是我的 那吧 啊你怎麼可以 思想 講我 不是我 為什麼 我們第一次 三道三道四半 不是他 啊 寶貝 你可是我家經理家的仇嗎 也會忍不住啊 不好了那少爺已經過來了 那你還愣著幹什麼 快點我就冰狂了 快快快快給我騙下貝子 那這幹什麼呢 我不要跑 我不要跑 俊悅 你來了 你看這孩子 真的多像你啊 俊悅 那我們說是我結婚了 孩子我會演 你不用操心 該死的 他竟然絕口不提起我的事情 我的孩子呢 海阿杜 已經讓少爺告送了 這是 兩千萬的支票 這段時間 辛苦小姐 求求你讓我接著我的孩子 不是我接著我的孩子 求求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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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不好了 屁股肚子裡還有一個孩子 小少爺他已經一天沒吃東西了 你怎麼現在才告訴我 您這次是重要簽約 我怕會影響你的簽約 我 叔叔 你可以幫我 解一下巧克力嗎 奇怪 明明和這個小女孩第一次接 為什麼感覺這麼緊張 叔叔 把巧克力還給我吧 拿好 哇 叔叔你長得好帥呀 叔叔你缺老婆嗎 你看 是我媽咪 長得漂亮吧 這女人的臉 好像有些熟悉 少爺 小少爺他估計快餓壞了 叔叔不缺老婆 小傢伙 不要亂跑 否則你媽咪會擔心的 沈田田 小鬼媽咪不會讓你餓肚子的 這個男人 好像五年前的那個人 怎麼又是他 你是誰啊 這可是高管電梯 不是普通員工可以坐的 不好意思啊 我是來面試的 趕時間 老大竟然不排除女人了 你是在勾引我嗎 我不是故意的 你能幫我弄一下嗎 你動 放輕鬆 這個生意也好像 那我就唱著 你能幫我弄一下嗎 你動 放輕鬆 那我就唱著 啊 啊 謝謝 這位小姐 我知道你是想搭訕的 但請下一次 不要再玩這麼幼稚的手段 好不 沒有下一次 轉什麼轉啊 你以為你是總裁嗎 這麼白痴 是盛世集團總裁請來的夜店頭牌吧 沈悠然 這不就是剛剛電梯裡那個男人嗎 他 他不會是老闆吧 你是江城大學的畢業生 畢業證呢 能給我們看一下嗎 我沒有畢業證 我們公司什麼時候招人標準這麼低 對不起老公 是我們的被調沒有做衝犯 出去 像你這種人 咋子公司都不要 男人真是太自以為是了 不行我忍不了 有事 既然你認為畢業證 才能證明一個人的能力 那我們打個賭啊 我去盛世旗下酒店工作三個月 保證月利潤在30% 如果我做到的話 你跟我道歉你敢嗎 你跟我道歉你敢嗎 如果你要是做不到 如果我沒做到的話 我為盛世集團無償工作三年 我先想這樣子 從明天開始 你就去湯家酒店上班 今天可關了 把作業全部都寫完了 哈哈哈 甜甜乖 妈咪 幼儿园里的别的小朋友 都有爹地和妈咪 为什么时候可以有爹地啊 妈咪保证 很快帮你找到爹地 好不好 妈咪 我们拉钩 骗人是小狗 拉钩 不知道我的另一个孩子 现在在哪里 过得好不好 都好了沈金蕊 什么事啊 慌慌张张的 二十六的小客人正在家里的闹着呢 不停的摔东西怎么劝劝不住啊 快快带我去 老沐晨我警告你啊 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 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妈 而且你爸今天不在 没人关注你的孝心的 这是反天了啊 你这小业主机还敢咬我 不要让你付出代价 你这个服务员怎么回事 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进来了 小小姐 您这么大的男星应该知道 教育孩子 杨永兴 你是在教训我 怎么教孩子还不用你一个服务员来告诉我 你这什么事 你怎么救人啊 你一定会犧牲 你可以不泳 我会犧牲 我真的会犧牲 我可以犧牲 你可能会犧牲 我非不仰 你不问你 你不问我 你不问我 你不问你 啊 是我們要看中的 病人突發他出血 病人是極其罕見的RH1性血 但是現在我們醫院沒有這種血型的庫存 別管 你只是個五歲的孩子 不可以相信 他是媽咪 牧晨 你終於開口說話了 我要叫媽咪了 牧晨啊 還在這裡啊 沈小姐他不是媽咪 龍總 病人現在情況十分兇險 請您簽署病位通知書 請用我放在你們醫院的便用訊息 龍總 那可是你給小少爺準備的 我讓你用你就用 好 病人現在已經脫離危險了 謝謝醫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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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我先走了明早還有通告 你去吧 小姐那個吊燈我早就讓人動了手腳 結果跑出一個大堂經理來攪局 公保全給他搶了 沒關係 我有的是辦法 冷太太的危機 早晚有全數沒有的 明明你醒了你都嚇死我了 田田 你怎麼在這 我是睡了很久嗎 你已經睡了三天三夜了 田叔叔是你啊 怎麼這麼久 在機場遇到的那個小女孩 和我媽咪相親的事情 你考慮的怎麼樣了 叔叔在考慮了 媽咪你要把握出機會啊 真是小鬼的 冷總不要介意啊 沒關係的 這是我的職責所在 不用虧欠 看來你很會哄小孩嗎 那你白天去上班 晚上來冷家當保姆 鄧君月 你別太過分啊 這就是你對老闆說話的態度 你來當保姆 我給你十倍工資 媽咪你快答應他呀 我想讓他當我的爹地 如果你拒絕 現在就可以從盛氏集團 你 好 好我答應你 你暫時不用上班 等養好傷你再去 工資照常犯 啊 怎麼 我哪個字 讓你不明白嗎 謝謝冷總 我們走吧 這個女人 經濟墓城到底有什麼目的 汪總 沈悠然背景也好 說 他懷孕後就輟學了 孩子生父未知 不過他懷孕前男朋友有點出軌 男朋友出軌的 還是他同父異母的姐姐 好 我知道 你好 歡迎光臨藤燕 悠然 歡迎光臨藤燕 好久不見呀 悠然 你這 怎麼還當上大堂經理 哎呀 我說這當初要不是你退學 也不能 哎呀 你瞧我這個嘴 對了啊 悠然 你什麼時候回家看看呀 沒有這個必要了 悠然 三天之後呢 就是我跟明生的婚宴了 你到時候呀 能來嗎 我剛工作 沒有空 悠然 還是我 你我自己點了嗎 小時候我可是 最想讓你當我的政婚呢 再說了 姐姐都五年沒回家了 也該回家看看了吧 我男朋友恐怕 不會讓我參加我前男友 和姐姐的婚禮 悠然 你什麼時候有的男朋友 不如帶出來我們給你爸爸關 悠然 放開我 你這不打算起來了嗎 親愛的 你怎麼來看人家 也不告訴人家一聲 真是討厭 這男人看起來如此貴氣 沈悠然他怎麼可能夠大上這樣 太太 沈悠然 他連正眼都不看你一眼 怎麼可能是你男朋友 整人演戲 也不演個群套 他不會揭穿我吧 你覺得他能花多少錢 能請得起我也 龙總 這是今年盛氏集團的財務報表 請你過目 龙總 你是盛氏集團的總裁 冷君月 我不是 難道你是 龙總 是我有眼不識泰山 我給您道歉 那個 我是悠然的姐姐 三天之後 是我跟明深的婚禮 你到時候 要帶著悠然來參加呀 我們一定會參加的 剛剛不是挺能照樣舞蹈的嗎 你怎麼 剛剛不是挺能照樣舞蹈的嗎 現在怎麼做 呃 你你說話就說話 不要貼那麼近嗎 你在電梯裡勾引我的時候 你現在 我沒有勾引你 那是意外 那你今天 那你今天 拿我當擋金牌 你不是個意外了 我沒有 我告訴你 你要是再給勾引我的話 咱們多月就取消了 方中說她是單親媽媽 可能這樣子做 也是出於無奈吧 一個小小的大堂精靈 也敢勾引就 那就別怪我 客氣 不然 他連正眼都不看你一眼 怎麼看他攝影男朋友 正人眼是 也不眼睛 不行 我必須去 不能讓人看扁了 博士 便宜 找我 達嗎 我 這 也要 我 你 李? 我 就 你 沈悠然好戲才剛剛開場 我要你重判期 你和沈安若在一起六年了 你就別抽風了 你不會心裡還想著沈悠然吧 老真好看 了 悠然 真的是你你來了 心很快樂 其實我這些年挺奇怪你的悠然 我就說嘛 你肯定會來祝福我們呢 當然 你讓我來看看 悠然 你男朋友怎麼沒跟你一起來呀 男朋友 是誰呀 怎麼沒帶回家來讓我們看看 你爸 人家悠然的男朋友 可是盛世集團的總裁冷君月呢 這麼大的事他沒跟你說嗎 哎呦 他 畢竟他五年都沒回家了嗎 怎麼可能 冷君月這年 你啊 和女明英乔聯的關係可不一般 是啊 聽說秦鎮子婚期都定了 他不會去給別人當小三吧 秦鎮子 你怎麼說 你是我們沈家的女兒 去上趕著給人當小三 你眼裡到底有沒有禮儀連成 沈青山 你一個拋棄氣女的負心漢 你憑什麼在這裡指手壞腳 你 你不笑女 笑說你 你不配 我今天要好好教訓你 沈青山 有本事你就打死我 沈總好生威風啊 冷君月 冷君月他怎麼會來 你就是盛氏集團的冷君月 怎麼 我需要拿身份證給你看一眼 冷總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管你是什麼意思 我只想知道 你當著這麼多人的面 拿我未婚妻 你是什麼意思 你的意思是 悠然她是你的未婚妻 這怎麼可能 明明你跟喬妍 她不是我的未婚妻 難道你是 悠然 你剛才 為什麼不跟我們解釋呢 你們給我說話的機會了嗎 君月只是來晚了一些 你們邊認定我是小三 還在這麼多賓客面前打我 分明就是讓我難看 我今天把話放著 誰敢羞辱她沈悠然 也是羞辱我君月 你們誰敢羞辱沈悠然 便是羞辱我老君月 這是安若是在嫉妒龍董的未婚妻 安若 還不趕緊向梁總道歉 你該道歉的人 是悠然嗎 悠然 爸爸爸爸很抱歉 一句抱歉就夠了嗎 郎董 你還想怎樣 你剛剛是怎麼打他的 你現在就給我走 郎董 你這樣有點過分 方舟 幫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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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總 朋友不服 沒有 沒吃飯嗎 聽不到呀 沒有 既然服了 那就自己動手吧 怎麼 聽不懂 啊 啊 沒事吧 沒事吧 沒事 不好意思啊 給你添亂了 你回去 要怎麼跟喬小姐交代啊 畢竟 他才是你能為問題 我的人 只能我記住 郎董 這是什麼意思 你與其操心這個 倒不如好好想想 怎麼和我解釋 你一個堂堂的沈家二小姐 跑到我旗下的酒店 當一個小小的大堂經理 是什麼目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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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別的目的 我只是 養家糊口而已 我知道 好了 我們走吧 沐沈愛在家裡等著你 冷總 如果晚上 去做保姆的話 田田就沒人帶了 一起帶過來 正好 給沐沈當個玩伴 怎麼 當初 你是很快就答應了 現在不願意了 願意 願意 小姐 你跟冷靜月 最近感情 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你在胡說 他做些什麼 原本呢 我是想讓大家都知道 沈悠然 才是插足你們感情的第三者 結果這個冷靜月 他竟然在我婚禮上 公開承認 總然是他未婚妻 還幫著沈悠然 狠狠教訓了我爸 什麼 難道冷靜月真的對他動心了 不行 我絕不能應許 樂木柴 你要幹什麼 我要吃 悠然阿姨做的飯 我不要吃這些 你現在收拾行李馬上過來 你現在收拾行李馬上過來 沐晨說要吃你做的飯 怎麼會這麼著急 不是說明天嗎 我讓你過來你就趕緊過來 小傢伙鬧絕食呢 一天都沒吃飯了 好 我現在再甜甜過來 你看媽咪是不是很不錯 又會做飯又會照顧人 是不是很棒 是 我媽咪啊 那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我媽咪給你當老婆 媽咪我來幫你 開飯嗎 冷不沉不可以任性 我媽咪 因為小哥哥那麼喜歡我媽咪 那就讓小哥哥跟我媽咪做吧 我和帥樹樹做好了 他叫冷沐晨 你可以叫他沐晨哥哥 嗯 好了吃飯吧 我媽咪 我媽咪 對啦 沐晨哥哥今年多大呀 要是他比我小的話 那他可就是低級了 他已經五歲了 生日 在聖誕節的前一天 沐晨竟然跟甜甜同一天生日 怎麼會這麼強 你怎麼會這麼強 你什麼時候生日 跟沐晨同一天 看來你跟沐晨很有緣分啊 怪不得你跟沐晨玩得來 當然是讓我人見人愛嘛 你個小鬼頭 好了快吃飯吧 小小姐 我警告你啊 給我離君越遠一點 別仗著自己救的女生 就動手歪面 別若不知道你的心思 像你這種想靠男人的女人 我介乎你 我是什麼樣的人 輪伍到喬小姐來評價 你要是不放心 您就把他摔在褲兜裡 幹什麼 沈小姐 我為什麼吹我呀 你別嚇口喷人 君越 我不知道哪裏惹到了沈小姐 讓他對我有這麼大的敵意啊 冷總 我沒有推他 我相信你 你為什麼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就來冷家 君越 你已經好幾天沒有來找過我了 我實在是太想你了 喬妍 你越界了 君越 對不起 我知道走了 以後沒有我的允許 你不許 我走了 好 我走了 我 你就 哪有 你 你 我 是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懂了 什麼事啊 要讓爺爺扔碗球 沒問題 這事趁哥你辦的妥妥 不過呢 爺爺 這事要是辦成了 我能有什麼好處 今天爺爺 爺爺 隨沉跟水沉 沈悠然 這是你自找的 冷木塵 你到底睡不睡覺了 悠然阿姨不回來哄我睡覺 我就不睡覺 叔叔我媽媽電話打不通 你看到我媽媽回來了嗎 你媽媽一直都沒有回來過嗎 對啊帥叔叔 我媽媽從來都不會不接我電話的 他肯定是出事了 爸爸你快去找悠然阿姨吧 放中 我給你三分鐘 查到沈悠然的下落 叔叔我求求你救救我媽媽 天天 我一定幫你找到媽媽 天天 我一定幫你找到媽媽 我做什麼 當年是做得很容易的事情 郎總 查到了 沈小姐被陳百祥的人帶到了他郊外的別墅 逼使他 我又要去了 幹什麼 啊 你 哎呦老子 難怪用秋天老師給你 哎你放開我放開我放開我 啊啊你不老實點啊 你再不老實 我一會兒找你輪了你 不要不要不要 哥哥哥 你看這樣好不好 你先幫我把雙手解開 你這樣綁著我你也不盡心啊 是不是 總知道這樣就疼 啊 哎呀 人啊 現在可以開始了吧 哥哥哎 臭屌子你別讓我逮到你啊 要不然一會 我把你雞都萬割了 你跑啊 你跑啊 快回来走 放开他 冷少 你怎么在这啊 冷少 你跟这女的有啥关系啊 你何必多管闲事呢 我劝你赶紧滚 否则 我不知道明天你的公司还在吗 不能惹怒冷军月 不然他一句话 便可以让我在京城滚不下去 好 我这就滚了 我带你回去 你什么好看 你确定吗 他给我的感觉 怎么这么熟悉 我们发生了什么 你自己感觉不出来吗 冷总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我们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是吧 你对我就这么抗拒 你自己有未婚妻 你不知道啊 他不是我的未婚妻 他只是沐晨的妈妈 我说这小年轻啊 我来 沈柔然果然被这么勾引了 费心了 只要你不高引金月 你想干什么我根本不走哎 乔小姐多心了 我对冷总 一点意思都没有 他那样的人 我高攀不上 金月你下来了 有个资方想要见解你 你跟我发觉 好啊 是悠然 他和你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在忘了想什么呀 群月你喝多了 你先送你回去吧 冷太太的位置只能是我 沈小姐 麻烦过来大把手 这是喝了多少啊 不用了 乔小姐 真是麻烦您送蓝总回家了 不用客气 我跟金月 早晚都是一家 我不照顾 谁来照顾呢 这没你什么事了 你可以出去了 乔小姐 您是 不打算回去了吗 沈悠然 你不明白我的话吗 我是小少爷的生母 早晚都是冷家的女主 而你 不过就是一个保姆而已 好的 乔小姐 我先出去了 沈悠然 你没什么可吃醋的 冷军月本来就不是你的男人 啊 老爷 不要 你有什么事吗 隔东 有什么事吗 不必然啊 不忍耘 跟本您 more 。 是誰讓你進來的出去啊 悠然阿姨爸爸是不是在和壞女人在 一起 你說的壞女人是小小姐嗎 他可是你媽咪哦你不可以這樣叫他 他不是我媽咪 他是壞女人 我記得我跟你說過了不要害我的事 不然受罪的是你自己 你給我安排一點 這附近應該沒有人看到 不行 我得趕緊撇清關系 喂是中心您的醫院嗎 像說萬一號有人受傷了 快派救護車來 小小姐這這可怎麼辦啊 你回去同事少爺 我來陪沐城去醫院好 少爺不好了 慌什麼 怎麼說 你怎麼在這兒 你在這兒乾什麼 少爺 不好了小少爺他摔下樓梯 渾身都是血 你說什麼 下樓梯了 是誰推小少爺下樓的 我不知道 小少爺躺在那的時候 旁邊 旁邊只有沈小姐 看看會是沈小姐 是說冷不准就像 去醫院 我這強烈的擔心 是怎麼回事 不好了 現在小朋友大出血 急需出血 但我們醫院 現在沒有偏著硬有的不疼了 我是RH陰性血 我可以出血 我躲下 你沒有辦法獻血 你的血液和這個孩子的血液 產生了排斥反應 那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 你是這個孩子的直系親屬 難道我苦苦找尋了多年的孩子 就是牧城 那當年報索孩子的人就是腳岩 保險期間 還是暫時不要相認 好了 我們醫院會找到血液的 不用找了 血液我帶過來了 就用這個 是不是 你一定盡全力救了孫子 好的 冷老爺子 對了 請問你是 我叫沈悠然 是唐燕集團酒店經理 您是 我是木塵的曾爺爺 我也不知道啊 我剛從房間裡出來 他就回身是血躺在地上了 本王爺子 孩子沒什麼大愛 需要說後養一養 那就好 那就好 我真是孩子從小就躲在床呢 從小的年紀 就承受了這麼多 我的孩子 你該有多疼 好 楊君玉 你是怎麼當父親的 我原來是找你算帳的 沐晨怎麼得罪你了 這麼惡毒的把他推下去 你在說什麼 不是我把他推下去的 家裡的傭人都說了 當時他身邊的人 只有你一個 混小子 而沒有悠然 沐晨早就死了 那他也只是我的員工 根本沒有資格管我 楊總 林魏高全在 可是你知道嗎 今天要是沐晨頭著地 你就沒有這個兒子了 你對他的關心一點都不夠 你扭心自問一下 你給過他安全感嗎 你要是不願意愛護他 你為什麼要讓他出生在這個世界上呢 當年沐晨的出生 確實不是我的伯 因為你肯定你太寬了吧 沈小姐 這是我們家的家事 你有什麼資格在這兒指手畫腳的 怎麼就沒有資格 他站在一個母親的角度 這君月如何做一個好父親 倒是君月你 一定都職責了嗎 可他根本就不是冷家的人 在這天什麼亂呢 阿爺你也不是冷家的人啊 你在這兒幹什麼呢 小丫頭 誰說我不是冷家的人了 你又沒有和冷書的前話 你當然不是冷家的人了 你 好了 沐晨需要休息 你們都走吧 我看 沐晨倒不需要你 你看 身為一個父親 掉下樓梯的時候 你在哪 那你要怎麼辦嗎 我看 給沈小姐留下來 和你一起照顧牧城 我也要留下來 一起照顧牧城哥哥 無關人等 就離開吧 老爺爺你等等 怎麼了小朋友 兩叔叔還沒有結婚對吧 你看我媽媽怎麼樣 你看你媽媽 老爺爺 我 buyer 大小朋友 老爺爺 老爺爺 老褲祠 你搞清楚 我才是你爸爸 这场面 你们倒是像是一家人 可是 这就是我的精神孩子 最喜欢妈咪 叔叔 您可以帮甜甜扎头发吗 好 那你想让叔叔给你扎什么头发 那就帮我扎个双马尾吧 好 护士姐姐你笑什么 是我的头发不好看吗 姐姐是看你们一家人这么幸福 姐姐羡慕呢 姐姐真聪明一下就看出来了 护士小姐 我们不是一家人 是吗 我看两个孩子长得这么像 我以为是龙宋胎呢 实在不好意思 确实挺像的 难不成 不 这不可能 甜甜喜欢乃叔叔 乃叔叔给甜甜帮爸爸怎么样 甜甜 胡说什么 没事 童言无忌吗 甜甜 该去幼儿园了 我 哥哥 我到时候再来看你 甜甜 如果妈咪有一天 让你在冷叔叔和妈咪之间选一个 你选是 为什么非要选啊 我两个都要 那如果冷叔叔是你青生爸爸呢 有明天要把你带走 你选是 当然是小妈咪吗 甜甜真乖 甜甜 你该去学校了 妈妈给你去 那是水果 那是我大姐 我真出事的时候 乔远他在哪里 当天小少爷出事的时候 乔乔姐 和小少爷 在床上 他真可 不知羞耻 还卡吗 先不急 现在是搁置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让你去做 你去查一查 沈悠然的孩子 是从哪里来的 是 天天和牧尘长得这般小小 天下 还有这般的教室 老爷子那边都远过去了吧 都远过去了 很好 不过 冷董让我调查 沈悠然的孩子 而且 这个女人好好在哪见过 比我好好的唱 是 沈悠然 你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 沈经理晚上我们酒店为您准备了转正庆祝会 晚上您有时间吗 喂 您好 我马上过来 沈经理发生什么事了 天天 你妈咪来了 妈咪 我没事了 你之前不是答应过妈妈吗 不要在学校里惹事 你都忘了吗 可是 他们欺负人 谁是沈甜甜妈妈 我是 你们学校怎么回事 怎么什么孩子都招手啊 要是给我们家愣了 弄出什么好胆来 你们学校赔偿得起吗 家长 您先别急嘛 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说法 师父 这就是沈甜甜妈妈 沈悠然 原来你离开江陵这么多年 就是去生那个野种了 天天是我的女儿 我不允许你这么称呼她 果然 大人就喜欢干些偷鸡摸摸的事情 小孩子啊 就有样学样 你们一家子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虽然打你们家孩子 是甜甜的不对 但你也不能这么说话吧 我怎么说话了 当神都不好 非要那个小三 弄到人家戒指的 你们说吧 今天这件事情 你们打算怎么办 要多少钱 这来一间幼儿园 可是我们沈江 跟这位家长共鸣 你跟他提起来 你给不起 我们家呀 根本就不绝钱 我告诉你 我今天呢 不仅让你女儿滚出去 而且让你和你女儿 跟我的儿子跪地 磕头道歉 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呢 你那个女儿 这个臭丫头 根本就不可以 再次在幼儿园 我不允许你这么侮辱我女儿 你死定了 我今天就让你女儿滚出这里 沈江 如果明天 我的儿子会去小孩 看见那个臭丫头 明天的投资啊 我全部撤私了 你们说 正是巨发 与你们今年投资的两天 同学校 龙总 您怎么 龙总 您怎么来了 听说我儿子惹了事情 我得过来 当面和家长道歉 你 您儿这么乖 能 能有什么事啊 选幽容 怎么跟有 军月的儿子 这么亲 乐大兰 你难道不知道 你儿子挨打 是因为什么吗 龙总 您说 月标是谁教的 妹妈的孩子 都是野孩子 这种话 您说什么呢 我听不明白啊 乐乐妈妈 今天 沈田田和乐乐动手 是因为乐乐推了牧尘 还说 他是个野孩子 你怎么不早点说 你 你是故意的吧 故意才问我们家 和冷家的关系 你们也得让我有机会说呀 龙总 今天是我不对 改天 我让他和他爸爸 上你们家 给牧尘道歉 你看 行 不必了 你该道歉的人 是沈田田的妈妈 沈小姐 抱歉 你们审视如此不分是非 看来我没必要和你们审视 继续合作 龙总 龙总不要啊 我们知道错了 我求求您给我陪贵手 放过沈家吧 这是你 在做自食 喂 傅文哲 你怎么回国了 约然 我现在就在幼儿园门口 你快出来吧 好 我现在去找你 龙总 田田的情况不太好 今晚的聚餐 我就不去了 您见谅 不许跟着去 不许跟着去 我说了不许去了 回家 又人我在这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想你我就回来了 你怎么 灭痒痒呢 是不是 你怎么回来了 还嘴硬 真是啊 跟你妈妈一个得性 你说谁呢 怎么还是这么暴力啊 快快快给我开门 他有自己生活 不能每天都陪着你 你懂 你懂吗 你懂吗 坐好 开车 我怎么会吃这个错 真是奇怪 乔乔 我可是因为帮你办事 才害得沈氏集团 丢了盛氏集团的大项目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知道了 我会经历弥补你的 瞧瞧 那我可就靠你了 这是个城市 你总败是我的 所以 你找到了另外的一个宝宝 那你现任老板 就是孩子父亲 对 那你现在答案怎么办 先这样吧 我怕他知道事情之后 会不再让我见孩子 如果你有需要 一定要听人跟我说 梁总 几个酒店代表都到了 要让他们进来吗 我们集团现在目前做的都是高端酒店 低端的产业链 我们没有设定 如果要做清理的话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被调才行 市场调查肯定是需要的 但是 咨询公司的信息 可信度不高 我们可以选一名代表去做 你说谁呢 你怎么还是这么暴力啊 快快快给我开门 沈经理 伏工你很闲啊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法 我 实地调查 没有人可以去做了吗 沈经理不愿意去吗 我可以 那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 沐晨 你今天怎么没上学啊 不舒服吗 怎么了 谁欺负你吗 爸爸不让我来找你 但我想跟你在一起 沐晨 方舟 愣着干什么 去把沐晨给我带过来 妈咪我要跟你在一起 他不是你的妈咪 你和那个男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伦总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谁呢 幼儿园门口跟你拉拉折折的那个男人 到底是谁 我想我和冷总只是上下级的关系 我的私生活 不需要你关系 冷总 与你自重 你干什么 你是不是和所有男人睡过之后 不若无其事 让他们自重 那晚的事情 我向你道歉 但是我对人总 没有办理你意思 啊 你干什么 既然你不在乎 再多一次 和少一次 跟你来说都没有区别吗 你 你个混蛋 我 让你欺负我 让你欺负我 哎呀 今天的事情 我很抱歉 冷总不遇见人 怎么办妈咪好像和爸爸吵架了 那我们怎么办 看我的 老爷爷我有事情长眼 这是怎么回事 哎沈经理这肯定是老公给你的惊喜啊 沈经理这窗屋很别致啊 你很闲吗 忙你的工作去 看就不看嘛 哼 本军月算你实际 我们来找一下 我们来找一下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我可以找一下 我来找找找 好的冷总 我会尽力 不是尽力 是必须 当初我拼用你 不是看你大学多名 沈经理 你是不是得罪冷总了 谁知道他发什么神经 你说什么 沈悠然就是当年那个女人 这个小学 不行 这个女人不能了 马上把她给我处理了 妈咪我们到你身上有花架味 是谁送的 没有人送 妈咪我们为什么突然不住 的夫妇家了 不要提他 妈咪我先回屋写作业了 老爷爷 咪咪上次还只是不开心 这一次应该是真生气了 吃饭了 妈咪我想要去这一家兴趣 高学游泳 游泳 在家真是太无聊了 好 明天妈妈跟你去报名 嗯 妈咪就好了 周六一定要陪我去哦 好 你怎么也在这儿 你怎么也在这儿 沐晨在这上游泳课 怎么会这么巧 人也在这上课 我过来陪他 那我先陪沐晨进去换衣服 过来 计划成功 好的冷总 我会尽力 不是尽力 是必须 当初我拼用你 不是看大学都没你了 冷军月 这次非让你出去不可以 冷军月 你要怪就怪你自己平时不积德吧 教练 我女儿的动作 你过来看看标不标准啊 我不是教练 你不是教练 那你是谁呀 教练寻理可发了 你是新来的帅哥教练 教练 你看看我家孩子是不是能游泳啊 看看我家的吧走 你刚刚在哪里 我刚刚 在陪甜甜上课啊 是吗 这视频怎么回事 觉得很好玩是吗 哎 嗯嗯我 我本来是想拍教练来着 没想到也乱入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哎你待会去哪啊 哎 我们去哪啊 回家洗澡啊 沈悠然 我原本还想多留你两天性命的 现在看完你没必要 冷军月你干什么 两个孩子还在游泳馆 不会让人接他们回来的 哎呦冷军月 我错了 我可以向你道歉的 你放我出去好不好 不能 那你怎么样才能放我出去啊 我问你 你真的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你撒谎 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愿意考虑我 你有婚约 还有未婚妻 未婚妻 你说的是乔妍 对啊 我对他没有任何感情 乔妍只是沐晨的妈妈 仅此而已 可是乔妍她 根本不是沐晨的妈妈 哎 我再问你一遍 你愿不愿意跟我结婚 等沐晨的妈妈 你 你怎么这么突然呢 因为沐晨喜欢你 还有 我也喜欢你 什么 我这是在干什么 怎么 看到你了 前面 结婚的事情我是认真的 我现在要去公司处于你这片 啊 跟他结婚 是还不错 妹妹怎么连孩子都看不好呢 甜甜 甜甜甜你在哪 甜甜 你把我的孩子弄到哪去了 自己来看看就行了 一个人来 要是赶紧发药 也知道会是什么下场 方叔叔 儿童乐园真好玩 我们下次再一起去 好 真乖 妈咪 妈咪呢 甜甜 莫神 甜甜 我的孩子呢 你还真是好骗呀 随便编几个借口 就把你骗来了 怎么 你就这么舍不得那个小建筑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建人 又你勾引俊悦 你们给我听好了 给我好好的玩他 我倒要看看俊悦看到这些视频 还要不要看这个破线 你们看什么 放开我 赶紧后追啊 陈悦然 一定要找到妈咪 找到了 陈悦然 爸爸回来了 陈悦然 妈咪出事了 你说什么 妈咪出事了 沐晨感觉到了 爸爸快去救妈咪 沐晨 别乱想 妈咪不会有事的 你赶紧上楼去睡觉好吗 快去救妈咪 那你知道妈咪在哪吗 我看 好 那我先去见妈咪 你先上楼睡觉 一会爸爸带着妈妈回来 好吗 嗯 啊 贱人 好啊 你怎么不跑了啊 事已至此 可不能让他活着不就 你说的有道理 没有人 冷军院 他怎么会找到这里啊 你问这干什么快走啊 谁又人 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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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人你醒醒 又人你醒醒 又人 又人你怎么着 送你去医院 又人 又人 又人你生疏 医生 你应该好好救他 病人伤得太重了 但龙总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的 又人 家属请在外面走 病人 病人情况怎么样了 怎么没有这么多血 病人伤得很重 一刀筒进要害 现在还在抢救 我 你怎么着急 你怎么着急 我 你怎么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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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風中 去城了 跳遠今天都去哪了 媽咪媽咪你醒了 媽咪你疼不疼 天天怪 媽咪不疼 媽咪我們都很擔心你 對不起寶貝 讓你們擔心了 媽咪保證以後會好好珍惜你 太好了 友人你終於醒了 媽咪你昏迷的這段時間了 是我一直在這裡照顧你 志願謝謝你 你真的希望 你還欠我一個答案呢 什麼答案 沈永遠舅姐 從我見你第一眼起 我就知道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你放心 我一定會照顧好你 照顧好天天 給你們一個完整的家 你願意嫁給我 嫁給他 嫁給他 這是怎麼 明天是三八八八 老爺爺 剛剛 好像媽咪求婚了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老爷爷 我们的计划成功了 什么计划 你来干什么 军人 我听说你要结婚 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计划 故意骗我的对不对 我没有骗你 我确实要和悠然结婚 不可能 怎么会是像悠然那个见人 我还是你的回馈 军人 我感情这么多年 你都 你都还是我感情的见着 我就是 军人 我只要你 军人 从一开始 我只当你是沐晨的妈妈 我对你从来没有半分的难以至极 我还要开会 让开会 一定要喝了你解决我吗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嗯 我想好了 文哲 这些年 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尤人 你知道的 我想的不是这句谢谢 抱歉啊 这些年 我只是把你当做弟弟而已 可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姐姐啊 尤人 我喜欢你 我从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 就算你有孩子 我也还是喜欢你 尤人 你真的不再好好考虑考虑吗 田田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我一定会对田田好的 这点是冷军人 她比不了的 冷军月是田田的父亲 你说什么 我说 冷军月是田田的父亲 亲生父亲 不可能 冷军月她怎么可能会是田田的父亲呢 这样说的话 那沐晨就是你的孩子了 这些年 我愧疚沐晨太多 未来 我会加倍补上的 听我说 把手锅撒开 你怎么会来 怎么 我不可以过来吗 啊 原来她不是这个意思 我记得 你喜欢这家餐厅的慕死蛋糕 哦 对了 你昨天 去挑婚纱了吗 挑了 你没有喜欢的 没关系 我会找全国最好的设计师 去家里 为你量身点座 你就在家里 乖乖待着就好了 我会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星庄 谢谢啊 君 傻瓜 还和我说什么谢谢 你的手怎么这么冰 我给你弄弄 哦 你们俩 先走 文哲 文哲 沈悠然 你干嘛去 我还想问你干什么呢 你也来个没给人家好脸色 人家跟你说话你也不听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你们当着我的面 连手都蜡了 我要是看不到的时候 指定你们会干些什么 冷军月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难道不是吗 沈悠然 你现在是我的未婚妻 怎么能在大街上 和别的男人拉拉扯扯 傅文哲 他是我的弟弟 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也是男人 我能看得出 他喜欢你 冷军月 你对我这点信任都没有吗 我只相信 我眼睛看到了 好 既然这样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但冷军月 我告诉你 我对他一点想法都没有 沈悠然 你告诉我 跟我在一起 你真的是因为爱我吗 冷军月 我跟你经历这么多 你还在怀疑这个吗 你对我的心 远不及牧尘的多 我真的想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难道这还不能证明 你对我 根本就没有那么喜欢 你为什么连孩子的醋 你都要吃 你根本不爱我 你都连着 你的发 我不爱 为什么却是我的孩子 冷总好巧啊 没想到在这遇见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冷总 这是怎么了 看起来心情太好 需要跟我讲讲吧 这好像跟沈小姐 没有任何关系 这冷总看起来 是因为我那个妹妹吧 不怕冷口笑 我这个妹妹呀 她之前就做出未婚先孕 这种让家族蒙羞的事情 所以我劝冷总呀 还是小心点 别被她骗了才好 我们的事情 不需要你不外遇 收起你个小姐 再有下次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有人 真没想到 陆军月竟然这么爱你 好久没出来逛逛了 就当参见新吧 这件不错 帮我包起来 这件不错 帮我包起来 乔小姐 真的是你呀 你不愧是大明星 眼光就是好 这件可是全球鲜亮失调的衣服 我现在就给您包起来 等一下 不好意思啊 这件衣服 是我先看上的 哪来的土包子 也被和乔小姐看上同一件衣服 你怕是不知道乔小姐的身份的 你说话还算好听 我记住你了 去结账吧 记住啊 下次呢 好好申请客人 别什么阿猫狗都放起来 知道了乔小姐 这边请 这就是顶尖奢侈品店吗 就这么看人下菜碟吗 哼 穷鬼就是穷鬼 干什么都是一股的穷酸味 我可告诉你 乔小姐不仅是大明星 人家还是冷江未来的少奶奶 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连给乔小姐提鞋都不配 沈小姐 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呢 我告诉你一句话 有些人啊 就配天生得到一切 而有些人呢 只配待在城哪里 不愧是冷太太 说话都这么有水平 你刚才叫谁冷太太 冷静音怎么来了 君月你怎么来了 我正好选了件衣服 你帮我看看怎么搭配吧 我再问你一遍 你刚才在叫谁冷太太 当然是叫乔小姐 我早该知道 我就不该收求本就不属于我的东西 你要去哪儿 冷太太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对啊冷总 您是不是和乔小姐生气了 谁不知道乔小姐才是您的未婚妻 这想想来的土包子 怎么能配得上冷冷总您呢 从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什么吧 我告诉你 这一位 才是冷太太 对不起冷总 对不起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请您刚才对手 等等我这次 小姐 不 门太太 请你原谅我 算了 原谅她吧 都听你的 谢谢你 谢谢你告代归 谢谢 谢谢 你 孙悦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请松手 我未婚妻在这儿 我不想让她误会 沈悠然 我当初就该养了你的命 你之前不是说我不爱你吗 那你今天在他们面前演这一出干什么 沈悠然 难道你不知道我对你的真心吗 那你之前还学习 我错喝多了 我向你搭建 性子渐渐接不出来了 报告上显示 沈天天和小少爷 并无血缘关系 好了 知道了 你出去 想不到 跟着我这么多年 竟然能做出最终的事情 陈鱼 你来我手房一趟 哎 乔乔姐 事情都已经办好了 董事长 看起来心情不是太好 那是自然 我就不信有了这个 能不能也才能同一套 再一次 是没有人 就凭你也想跟我这 那是 你 我 我 我 爷爷 让我骑匆匆的跑过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这个 你看看吧 爷爷 天天究竟是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如果天天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该怎么办 我不在乎 从我认清楚 我爱的是悠然那天起 我就把天天 当成自己的孩子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刚才管家给我的报告 和我自己做的报告 是截然不同的结果 天天 就是你的亲生女儿 天天是我的亲生女儿 太好了 那当年那个人 就是沈悠然 我现在就去接他们过来 慢点 您管家自己 恐怕是做不了这些 但幕后 一定有个知识 那 您的意思是 我自有办法住 我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少爷 董事长 不是我呀 这这这一切 这一切都是那个 超少爷让我干的 我给你一个 监工实罪的机会 你现在就给全员打电话 让他来燕卫厅 就是这月 要宣布和他订婚的事 这月 你马上通知媒体 是 我现在就安排 哎 妈咪 你快来呀 蓝叔叔要和那个坏女人结婚了 你说什么 要是你再不过来的话 我的爹地就要被那个坏女人抢走了 天天你别着急 妈妈现在就过去 我终于看到他这一天了 安静悦 你终究还是我乔妍的 既然来了 那就开始吧 大家都知道 我和乔妍 有一个孩子 在此 我澄清一下 这个孩子 和乔妍 并没有任何关系 请愿 你说什么呢 乌晨就是我的孩子呀 他乔妍从来都不是我的未婚妻 更不是我孩子的生母 再次宣布 取消乔妍 作为冷室集团代言人的审认 并且 取消一切 我就是你的未婚妻啊 你和冷室都是我的 还有 我想告诉大家的事 下个月 我将和沈悠然结婚 各位记者朋友们 我希望到时候 大家能给我一些空间 我的太太 不喜欢被骗人 好了 今天的记者会 就到这里 剩下的 交给乔小姐吧 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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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曦我 悠然这么多年辛苦你了 你 你不是要跟乔妍结婚了吗 谁在那调步离间的 我非要教训他一下 就是你的儿子啊任沐晨 怎么你想怎么样 这小子敬给我添麻的 优然我们下个月结婚吧 谁要嫁给你了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两个小鬼还在等我做饭 那你乖乖在家等我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 这次我就原谅你 没有下去 妈咪我们什么时候 能和爸爸和哥哥一起生活呀 天天也羡慕别的小朋友有爸爸 天天乖 告诉妈妈你喜欢冷叔叔吗 喜欢呀冷叔叔又帅气 有温柔 天天第一次见到冷叔叔的时候就想要 冷叔叔给天天做爸爸吗 真是个小机灵鬼 好 妈妈答应你 让冷叔叔等你的爸爸好不好好 干什么 妈妈 你是谁 他会再玩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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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爸爸 你说的是真的吗 以后妈咪 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的 当然了 咱们现在去见妈咪和妹妹回来 好吗 走吧 爸爸你快看妈咪的手里 等待 等待妈妈 你醒了 你醒了 乔妍 你那放了天天 好一个拇指灵心啊 沈牛然 你现在给我对手 不然我就杀了这个小天人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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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 叫你不要穿 他 沈牛然 你也有晴天 我轮到到现在这个 都是白天作战 当然 我们之间的事情 不管孩子的事 你能不能把他放了 比嘴心牛腰 是你还我失去了一天 上次你没死 这是 这次我可不会手软 妈妈救我 你再也住 你 你不怪我当初说不怕 你 当初还没人 是你 是我 是油人 是你爱我失去了一切 我今天 要让你成长 一切的感觉 小颜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我们之间的事情 不管孩子的事 要不知道 要不知道 你有什么事情 你都冲我来 你怕孩子放了 知道什么好处 好 我求求你 好 我不要 不要 不要 你把悠然放了 还有一条胡萝卜 那君严 你别装出一副很神奇的样子 谁让我和你 你谁 必须 君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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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眼 丢我拿下 我变 君严 君严 我确定会喜欢你们傻呀 方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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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叫人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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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12号 城外皮急工厂 有人受伤 快来快来 冷君严 冷君严 你醒醒啊冷君严 冷君严 你醒来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冷君严 冷君严 你为什么要救我 军严 我终于明白 我早已经爱上你 我答应你的求婚 不光只是 给田田和牧城一个家而已 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好 好 我答应你的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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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要去哪啊 冷太太 呃我 我有我有事 哎 对不起对不起 你没事吧 我逗你呢 不理你 你刚才说的话 我可都听见了 那是 我的 我在说梦话呢 真的吗 我可从来没有听过 这么真正的梦 你 对了 我昏迷的时候 迷迷糊糊 听到你说你要告诉我的秘密 你要说什么 你真的 那 准备好了吗 嗯 你说吧 其实 甜甜是你的女儿 我知道我知道你一时之间接受不了 但是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啊 什么 我 好大的胆子 既然带着我的女儿消失了这么多年 君月 我是不知道怎么告诉你 所以 哎这样 你罚我 你罚我 你罚我怎么样都可以 好吧 好 那我就罚你 在我身边一辈子 太好了 爸爸妈妈又不好了 君月 你行吗 爷爷 那你担心了 没事就好 小燕尽处 是被我送进去的 妈咪 我要再离开牧场了 好 妈咪保证 再也不跟你们分开了 好吗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神安若 你难道一点都不害怕吗 我怕什么 统伤冷军月的人 又不是我 你以为我进来了你就没事了 你不要忘了 统伤沈悠然的那天 你也在场 怎么 你要告发我吗 你觉得沈悠然当了冷太太 还有你的好日子过 还有沈家的家产 还轮不到你吗 你这些年这么复春 不就是为了沈家的家产吗 你真的忍心 把这一切都拱手让人 那你想怎么办 救我出去 一切都还用回旋的预定 是 乔衍 你应该不会真以为你挑拨几句 我就会救你出去吧 你好好想想 你得罪的 可是冷是 不可能给你当垫背的 你就不信把你所做的一切都告诉冷军月吗 你去啊 乔衍 你动动你那个脑子好好想想 为什么事情发生这么久了 沈悠然都没有告发我 因为我们是姐妹呀 明白吗 沈安若 你 行了 我没空听你这个疯女人在这胡说八道 你就好好享受你的新生活吧 沈安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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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安若你给我回来 沈安若 你给我回来 沈安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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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了什么 那天在场的人 不止我一个 还有谁 沈安若 完了 生气了 沈悠然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沈安若和我再不和 你们也是姐妹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和家里彻底撕破脸 况且你看 我不是也没什么事吗 悠然 你以后无论什么事情 都要告诉我好吗 我就是不想让你担心嘛 悠然 以后不许让我这么担心你 好吗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他敢伤你 就是和我老师走对 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龙总 都处理好了吗 已经按照你那份补全做好了 已经将冷室的股份 全部从沈家撤出 也下令所有的企业 不得与沈家合作 银行已经把沈家 所有的资产全部冻结了 沈家这次 算是被撤定了 做得不错 可是龙总 这次咱们做的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毕竟是夫人的娘子 那夫人知道 他审认若被伤害很多人 我这么做 已经算是给他们留情了 好了 你去处理婚礼的事情 是 怎么还不回去 田田和沐晨都哭着找爸爸呢 我看 是有人想我 不好意思说出口吧 所以呢 孩子当借口 就我回家了吗 胡说八道什么 我可没有胡说八道 那今天晚上 就罚我 好好自合 大白天的 你也不想害嫂 我和自己老婆说 有什么问题 嗯 好了 我们回家了 别让孩子都着急了 沈悠然 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沈悠然 我跟你有什么好解释啊 沈悠然 你不用跟我们装模作样 要不是你说 我们沈家怎么可能被封杀 什么 是我说的 你有意见 俊悦 你为什么这么做 他敢伤你 我只是这么做 已经算很给面 你们不能这样 杨总 你到底要我们怎么做 才能放过我们 放过沈家呀 如果悠然原谅你 我就放你 悠然 姐姐求求你 之前都是乔宴那个监女人挑唆我 忠然 姐姐给你跪下 你替姐姐求求龙总 放过我们沈家吧 如果沈家被封杀的话 真的没有活路了 沈安若 这个结果 是你咎由自取 我也给过你结果 但你也不曾回 还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 这个结果是给沈家的 也是给你的 可是我们是姐妹不是吗 那你可真是用的好 从小到大 你有把我当做你的妹妹吗 从小你就一直欺负我 你还抢我当年的男朋友 我消失的那几年 你又可曾想过我一次 你这样的行事风格 才向我抹击热 沈悠然 你看见我现在这么狼狈 你心里一定爽死了吧 我告诉你们 今天要是不放过我的身体 我现在就从她跳下去 你 我以为你不是嫉妒 也怕有这样的负面行业 你不要激动 沈悠然 你是要逼死你姐妹 现在就死给你们看 放开我 放开我 怎么了 你们现在怕了吧 这是个疯子 带着去 好好看着 沈悠然 放开你姐姐 爸 你说这么偏心吗 你不要叫我爸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你现在不但连累了沈家 你还捆着安安 你是要提死我吗 我真是不敢相信 这世界上 竟然有如此偏心的父亲 龙总 我们沈家的事 就不劳烦你操心了 是吗 既然这样 沈家想要在东山再起 那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龙总 不是 我刚才一时活动 你不要放在心上 你选择高抬贵手 你放了沈家吧 放了沈家 那悠然之前受过的委屈呢 既然悠然现在是我的人 我就不会让他受一边了 去 悠然 你放了 你放了沈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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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了这么多 根本就不配接我们沈家的门 好 那我就不做沈家 从此以后 沈家是生是死 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君 走吧 风中 风中 把沈安若 送到监狱去 是与沈家 我要让沈家 永世不能 他不來是是老總 放開我放開我不要 這可是我一輩子的心血 怎麼了 還在想沈家的事情嗎 只是想到一些以前的事情 沒事 柳然我知道之前你一直過得很苦 從今往後我一定把你捧在手心裡 讓你成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君亦謝謝你 我還要謝謝你呢 給我生下這麼一對可愛的寶寶 讓我知道什麼叫愛 你快出去吧 馬上開始了 現在有請 我們美麗的新娘 原來 被人愛著 是這樣的感覺 沒辦法 我願意 你愿意嫁给冷先生吗 我愿意 冷先生 你愿意去赛小姐为妻吗 我愿意 太好了太好了 爹地妈咪终于在一起了 我终于可以和妈咪在一起了